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是孤子豪九段和谢尔豪九段 只是一场双豪之战 这个孤子豪九段 这个也是以这个网旗出名的 在这个网上 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恶霸 因为他这个网名是应成之霸 所以这个网友企业们都牺牲他为恶霸 可见当然这个外号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网上账号 还因为他在棋盘上 因为他这个这种很喜欢杀棋 力量很大 就是给人一种恶霸的感觉 好像在棋盘上 什么 不是 我的地盘我要站 你的地盘我也要抢过来 那就是有这种感觉 那么谢尔豪九段呢 其实跟孤子豪应该是同龄人吧 这个应该是同龄人 然后呢 也是这个世界冠军 所以这盘这场这个双豪之战的话 我觉得两个年纪相当的棋手碰撞到一起 一定会非常激烈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盘棋的实战 这个黑棋是孤子豪 白棋是谢尔豪 这个孤子豪的棋很有意思 最近其实也关注了棋盘他的对局 发现他很喜欢拿黑棋的时候 很喜欢下三三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下棋的话 三三本身就不多见 而且一般下三三的都是白棋 这个黑棋下三三还是比较少见 挂脚 直接拖鲜了 那这个现在就对于这种 新位挂脚的拖鲜 我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当初我记得这个 刚刚AI刚刚开始 这个AlphaGo刚刚出现的时候 这个 在一场维甲联赛中 这个李哲是突然面对别人的挂脚 是拖鲜了 大家还觉得很奇怪 现在看到这种挂脚拖鲜 那是已经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拖鲜 黑的这个双飞燕还是要走的 黑鲜不能说 你拖鲜我也拖鲜 那我这个挂脚就没意义了 我们好歹装装样子 这里黑的一般 这个双飞燕 或者是这个 点三三两种下方 当然这个局面可能不太适合下点三三 因为那边正好这个白鲜 已经大飞手脚了 有配合 一般点三三会像这样 爬 可以再长一个 白的逼一个 黑的挑 白棋爬过 但像这样的话 整个这个白棋还是 这个形式还是保持的不错的 这配合比较好 所以黑的这盘棋是选择了双飞燕 这个双豪之战 古子豪 人称恶霸 这个谢尔豪好像没有什么 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称呼啊 一般别人都叫他豪哥 拖 那双方还是下出了一个最最常规的一个下方啊 白棋靠 那让黑的冲 这个 基本上是一个最现代化的一个布局 那然后马上就沾上啊 这个棋 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脱线的啊 可以先保留 因为这个 这个沾反正你说它大吧 它也很大啊 但是也没有说是大到必须马上就要走 那白棋如果打拔掉 黑的也可以拆一个啊 有的有的人喜欢保留啊 有的人就走掉了 这都没关系 拆一个 然后小飞 啊 尖冲 尖冲 嗯 这个也是这个套招了 我觉得是 就是面对对手的这个小飞手脚 啊 不管是新卫的小飞手脚 还是这个小木的这个小飞无忧脚啊 这个尖冲都是一部很让人讨厌的棋 嗯 因为一尖冲 这个AI给你的这个最佳建议就是脱线了啊 因为你局部不管是爬也好 还是贴也好 都被便宜了啊 这就很讨厌 那你说这个棋被一尖冲就只能脱线了 是感觉也蛮奇怪的啊 一般还有走在这种地方的 那 反正现在这个爬和贴都很少见了 我看一下实战啊 实战还是贴了一个 传统 啊 然后 来 去挂到这里 黑的这个夹击 啊 这个夹击其实是一个 不是很寻常的一手啊 一般情况下我们面对 三三 面对对手的挂脚 我们一般小飞 大飞 拆二 拆一都有 一般拆一可能少 因为拆一被点一下很不舒服 所以一般是小飞 大飞啊 这个居多一点 但是这一盘棋呢 稍稍有点不太 情况不太一样 一个是这边黑的有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头 然后另外的话这边黑的是比较有发展的 尤其有了这个尖冲之后 啊 黑的这个棋 下一步如果抢到这个班的话 这边发展很大 所以这个 顾子豪同学也是这个随机应变啊 这个下棋 这个最讲究的就是这个灵火 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话 啊 那你一定不是一个高手啊 下棋总是千篇一律的话 一定是根据这个棋盘上的一些随时发生的情况而 去改变自己的下法 然后这个直接到这里了 靠出 白棋这个没有正面作战啊 这个其实本身是 班尼利是有这么一个战斗的下法的啊 然后拐吃 长 跳 只有这样一个正面的下法 别说别说他实际上这个班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啊 这个棋 靠压的时候还有班里头 啊 班外头的 比较少见 黑的长 再定 对 退 啊 那这白的一定是要冲断了啊 如果不冲断的话 这个子就显得很奇怪 哇 还真的是不冲断 如此的柔和 这个下法 我今天跟大家一样啊 新学了一招啊 新学了一招 这个豪哥的 找法 那这个棋等于一个什么棋呢 我们来看看啊 等于这样 小木 小飞挂啊 靠压的长 很正常 很常见 然后长一下之后一拆 那等于这个黑的拆的时候 白起往这点了一个 当然黑起这个拆本身 呃 形状来说 不是最佳啊 要么拆在这 要么拆在这 一般来说 拆这个 或者要么 干脆拆的更远一点啊 这个肯定不是最佳 那但是这个白起这个 马上这个点 是不是也太着急了啊 个人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白起 不是特别好啊 不太喜欢白起 而且白起这个拆说实话 对着这块起 也没有什么前途啊 其实现在黑的最近 当然我就来个俗的呢 拐弯就夹住啊 或者就跳夹住啊 我觉得黑的很充分啊 这个起 当然这个 古子豪同学有 更高的追求恶霸 肩冲完一顶啊 这个你看他有多恶 很凶狠 这个是让白起 真的是忍无可忍啊 这个只能冲出来 这个没办法忍 我觉得 这样的话 这黑的太舒服了 果然是冲 哇 这个下法真的是 很有想法 断 场在冲 打持在立 弃子啊 就说意思是 你走这个的话 我就 搬头 嗯 这个下法也是 很精彩啊 很精彩 一个非常场合的下法啊 局部来说这么下 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局部来看 的话 这个局部是不可取的 这么下 太损了啊 但是鉴于这个 目前这个局面 刚才也说了 这边黑的已经活进了 而且有个头 白起 无论有多厚 都没有发展 那么黑起 在这地方先手走后之后 这边 把这个扳起来啊 我们看这个 黑起 这个配合是非常好 很有想法的 一套这个构思啊 这个点了顶了断 很好的构思 结果这个白起 也是觉得 哎 豪哥可能也觉得不满意啊 所以他反弃子 那么既然他反弃子 那黑的一定是 把这两个子 唠唠吃住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黑起 的收获还是有的啊 这两颗子吃掉 不仅仅是木树的问题 因为你把这两颗 作为奇经的字 给救回来了 那么现在 白起就 直接就被分割成两块了啊 那我小费 这个奇 这个 顾思豪同学 虽然被称为恶霸 但是 也是一个 有勇有谋的恶霸啊 不是说这个奇 我 自吃力大 我就得来练你啊 这个 现在如果贸然 动出的话 可能不一定会那么有利啊 这个战斗 这样 这个飞压和这个飞压就 被这个白起 必战其一了 这个一旦被飞过来的话 黑的很难受啊 这颗子 要也不是 不要也不是啊 那么如果 这颗子不要 白起这颗活了的话 我们看 这黑的杀出来其实没有太多意义 这个飞到这儿 这将来还有一段 啊 所以这个时候先 站稳脚跟 对不对 啊 我们想要这个 攻击对手的时候 我们肯定自己的脚跟得站稳 如果站都没站稳 就 想说是出拳或者出脚 去攻击对方的话 那很有可能 一不小心自己就摔倒 所以这个 先自稳一步 这个是白起的权利 既然黑的已经稳了一步了 那白起这个 这个 加持两子就必须要走了啊 我们看这一串的交换 变成是 白起再次取歪实啊 哇 黑的这个是捞了一大票实地 不仅把这两个吃了 而且将来 这个端 也是价值不小啊 好 然后夹记 那拆边 这个不能叫夹记 这只能叫拆边 因为这尖冲这个字 可以忽略不计 白的应该是 哇 白的这个没跳啊 这步棋 我有点意外啊 我以为这个跳 现在只此一手 我觉得走这个 黑的把这个搬了 黑的整个这个配合有点好啊 我觉得 其实刚才这个没走之前 我就想搬的 但可能 黑的认为 搬被白起拆有点落空啊 所以他走的这个 他这个的其实意图也非常简单啊 你如果跳这个 他就走这个 他觉得这两个点键盒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思 那找这个的话 我相信黑的一定会搬了啊 那下成这样之后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当初白起 这招搬的新手啊 我个人觉得是 不太成功啊 像这样 这个布局走完之后 我觉得黑棋全盘这个 这个子效发挥的非常好啊 我们看 每一步棋都 很在点位上啊 而且时空也很多 最关键 不仅很厚 而且时空很多 这样的棋就非常好下 白棋这个虽然很宽广 但是太薄了啊 这个空 随时都 黑棋随时想破都能破进来 但黑棋的空我们看都很扎实的那种啊 好 二五清分来了 长 然后 拆一个 二 键定 废 这里黑棋并不要求 要把白棋怎么样 我觉得 如果能先手封住的话 再来这边动手啊 这个棋 黑的是可以满意的啊 因为 黑棋本身已经具有很多实地了 并不会太在意 这块空被 白棋给破了啊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 黑的这个地方 有个靠段啊 靠段完 自己的联络 稍微有点小问题 哇 这部棋 胆子真的是很大呀 我能说 这个完全不拒黑的虎过来啊 这我不知道它虎过来 它是 如果黑棋如果虎过来的话 这个 它是要再靠出来吗 因为我觉得这四颗子 是肯定不能有弃子的想法的啊 这个如果说是要靠过来 再 再从这地方 再出头的话 感觉这个调子很奇怪啊 感觉这个调子很奇怪 如果你看你这样出来 那黑的顺势再把这个 切割了 看看实战会不会怎么下啊 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反正感觉这部家又是一部 哇 这个 恶霸就是恶霸啊 比我狠得多 它不给白棋逃出去的机会了啊 直接就要求把白棋拿下了 我们接着看 这个力量是有的啊 这个 顾子豪同学 直接把你蒙进去 就是不像刚才那个 还让你有个出入啊 直接把你封进去啊 看你怎么做活 这个下法是够狠的啊 这个白棋一点办法没有 我们看 它这个跳了一贴 是有点命令式的下法啊 你不管尝还是吃 它直接搬过来 那刚才说了 这四个子如果死了的话 这个实地损失实在太惨重了啊 这个不太能接受 所以白棋没有办法啊 这个气 你不管尝哈 因为你这个死了之后 你并没有获得什么太好的借 这个利用啊 外头 这颗黑子依然 这个活得很健康 那这个白棋 这个死 这实地上 无论如何是 很难去跟黑棋抗衡的 所以只能退回来 这里头反正 不管怎么样 肯定先不能死啊 断 然后拐一个 然后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这个豪哥也是亮出了一手啊 挖一个 并非 毕竟是世界冠军啊 也绝非等闲之辈 这个挖一个 挖一个是想干嘛呢 你如果打他一断啊 这还是下得很漂亮 你不管吃这个 还是吃这个 他给你一阵low吃 我们看 那这样的话 这个形式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了 low吃完 白棋把这一做活之后 黑棋必须吃这个 然后这个白棋把这个尝出来 我们看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个 黑棋这个棋马上就要完蛋啊 所以说这一挖也是不得了的 你一旦印不好 这个棋 本来黑的看着很主动的 被这一挖可能就要出事儿 然后哇 那么黑的怎么办呢 我们看看 那很灵活 先打一下 其实很简单啊 这个时候 因为你 你走这些的话 我这两下肯定是不会去交换了啊 单拐吃 先把这朵花先拔了 很舒服 那白的自然是要尝出来 然后黑的再把这个断死 然后黑的再把这个断死 但是呢黑的黑棋也不是一无所获啊 黑棋这朵花抓的还是很厉害的啊 因为很厚 抓完之后 对白棋这边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然后另外黑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收获了这一段 白棋再拐 哇 黑的马上把这个一肩顶啊 这个肩顶确实太大了啊 之前一直是这个黑的肩顶是觉得是俗手啊 不着急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因为这个全厚了 就肩顶完这里头就全是实地了啊 这个就必须马上肩顶了 这白的也是没 哇白的 我刚想说白的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长的时候 豪哥是机敏的一斑 这个斑也就也是一种长核心的下法啊 现在这个你看 对局的这个双方啊都是非常灵活啊 这个普通情况下的俗手 到了他们这里 立马开始灵活运用 坚顶 这个斑 斑是要干嘛呢 斑完就打吃一下 就是要抢先手 反正你这不是厚吗 那我就让你厚上加厚 这个就是在一层杆板上面再给你铺一层杆板 没什么意义啊 两层杆板 重复 走完这个之后 白的这个跳其实是 一直是个绝好点 我觉得啊 这个一跳之后 这片空基本上是比较完整的就形成了啊 那么白旗也必须是要把这块空守住 才能跟黑旗抗衡 因为我们看现在黑的 哇这两块真的都大的 都是非常大的空啊 白旗如果不来一个这个大一点的一块空 真的很难抗衡 但是这个 我们的恶霸同学 尤其是如此听话的呢 对不对 要不然这个我旗友们怎么会把它称为恶霸 你想要先手 我偏偏不给你啊 反击 白旗 哇这个太灵活了 一虎之后 瞬间黑的那块空也不围了啊 因为 如果黑的现在还围这个空 白的这个弧起来 这个调子很好啊 然后一般沾我们看 这可能是 豪哥的理想图 然后挑在这里 这样的话 这个白旗这个脚也是 形状非常饱满啊 而且挑在这里 也间接的就是保护了这边的打入啊 那么我们看 因为有了这个虎之后 这个地方黑的其实这手挡 并没有围很多的木啊 因为这个被搬沾一下 所以 这个孤子豪真的是太灵活了啊 下棋 不好对付 非常不好对付 立马把这个重心就转移到这个脚上来了 你不是要便宜我吗 我干脆这块我都不围了啊 让你破 我去破你的脚去 这里这个 依靠一个很犀利啊 这个白旗是就长了一个 如果白的还是斑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正常我们还是搬了沾上的啊 这个地方 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很 犀利的手段呀 因为这个顶是顶不到的啊 顶我们肯定沾上了 这个没有用 这个拐不下去 所以这个靠完之后 黑的是怎么去活这块棋呢 其实没太懂啊 虽然我的他的意图我是了解的 但他具体的招法 这个很难去很难去揣测啊 很难去揣测 他大概要冲断一下啊 这个棋我发现 而且冲断 白的有点难受啊 白的只有吃可能 然后黑的再吃这个啊 这样这个脚还是活得比较轻松的 你走这个的话 我这边 半毡是一个绝对先手 不然外头这一段 可能要出事情 然后这个棋 做活不成问题 但是实战这个单场 再被黑漆一拖的话 我们看一下实战啊 黑的也不拖 所以他直接贴 摆的是这样一个思路啊 就是说他始终认为这个虎才是形状啊 他觉得这个 搬了一瞻的话 已经被黑漆便宜了 已经被黑漆便宜了 甚至他觉得摆黑的现在有可能就 直接虎回去啊 直接虎回去 因为你这个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这个意义啊 你现在就虎就没意思了 那么黑的这个该有什么味道全有了啊 黑的也不会去尝这些了 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一定要藏在这里 让你没时间虎回去 你虎就再虎起来 你这个靠一下就损了 那么黑的就贴 贴的话他顺势 他就是要虎在这里 这个其双方还挺讲究的 这一段的这个形状 很讲究 然后黑的这个小尖 把他打吃 黑的虎出来 这样就彻底形成一个转换了啊 互破啊 这个不能叫转换 转换是一人吃一块叫转换 这种局面我们叫互破啊 那么这个互破 我觉得对于黑漆来说应该是有利的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 互破那个薄的一方肯定吃亏嘛 因为你的空被破了之后 你可能会有会留下一些破绽 那么黑漆这个空本来就特别厚 你破完之后我还是很猴啊 这是木眉 这个尖的时候 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走这个啊 走这个的话可以去冲 就不让黑的虎出来 但是这样黑的就就地求活了 然后打吃 然后再搬了 这也不太好搬啊 这个黑的好像这地方想求活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个打吃还先手 反正只要黑的在这里一活 白的就有点失败啊 白的可能刚才还是搬住算了 我觉得 现在有点收不了场了啊 这个实战被黑的这么糊出来 这边 直接挡在这里 黑的也不往外跑 他意思是我下一步直接点到这了 直接点到这 就是要就地做活 这个棋 这个其实也是教会大家一个下棋时候的一种思路 这个我也经常跟我的学生这么讲 就是当你能就地做活的时候 那你不要往外跑了 往外跑是孤棋 除非你这个往外跑的时候顺便 能继续破对方的空 那你可以往外跑 就是你跑到对方空里头去了 否则你往外跑就是单关 这个你暂时跑出来了 但你将来总是会被留下很多借用 如果你能就地做活的话 那就可以消除一切的借用 你看现在黑的也是这么想的 那这个白棋不让他活 那这个黑的 那这里 肯定是形状了 这个走弯一飞 这个我又小看恶霸的这种能力了 我觉得我下可能飞一个算了 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这样白的已经不是太好办了 这个一飞我觉得 这个飞一个有点问题 这个确实是有的时候 你对对手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这个不行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个误算 这一般粘 黑的死了 因为这个子 这里面有个子 这一般粘紧了黑机器 所以这个飞不了 我还说这个 顾紫豪同学怎么这么不知足 实际上是碰到这里来了 原因是那个飞不成立 只能碰 然后压 这个棋就 一下就乱起来了 这个棋 有点乱 扳 然后再一尝 这个现在是 黑的是两边都要洗活 这个也是 有点不讲道理 两边都要洗活 有点不讲道理 那早知道这个棋 这么乱 其实黑的是不是 当初飞一个 我觉得算了吧 这个棋没有必要 已经把白棋的 空都破成这样 还不满意吗 就是这个棋 冲了 拐一下 我觉得已经很舒服了 就飞一飞 将来这个地方 还有关子 我看 挖了 搬了 尖锡 这还能点了爬 这个 已经很愉快了 我觉得是 这个黑的 因为毕竟 这有三块控 这个 做这个基础 实控方面是应该是不太担心的 实战这个就是 不过这也是这个 箍子豪的棋风 他可能他并不觉得很乱 他觉得这个下法 才是最简单的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样 断 长 那这个黑的是要弃子了 刚才就跟大家说过 这个 一粘的话就满一气 但是这个弃子的话 跟刚才比 黑的确实是便宜多了 虽然又多送了 那么一两颗 但是 我们看这个弃子完之后 这个都先手 这个无所谓 走不走 把这个再敞出来 这样的话 等于通过这个气子 把白旗这个边全破掉 只给你留了个脚 然后同时你这块旗 白旗这块旗反而不活了 这个跟刚才那个是大不一样 所以白旗现在不满意 吃这个 这几颗子 他觉得不满意了 接受不了 白旗是从这里断 实战 这个断是要干什么呢 断完从这里打回来吗 那倒是 还真的是 那这样的话 黑的是不是什么都不让他吃了 黑的把这个又重置出来了 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就搞大了 那这个黑旗就是 顾子豪同学 这个恶霸 什么都不给你了 我全部都要要了 白旗这个断一下 也是真的是损得不得了 我们看一下白旗能不能单冲吗 单冲黑的冲 大吃冲这个 然后都 好像是不太行 直接搬过了 这个天下节 这个不可能找得到节菜 这个也绝对不是节 那个实在太大了 那个一提光了 世界 整个世界都行进 所以肯定不行 这比较遗憾 这单冲不成立 那这个旗 当初把这个靠段 我觉得是 被黑的一飞 可能不太好办了 吃 吃黑旗也不满意 然后冲也冲不回来 只能这个先 先损 这损得太厉害了 这个走弯 下面感觉也是活的 这个冲斥 那这个旗现在 白的就是要杀旗了 这两块反正得杀一块 不然这个实地 就差距就太大了 全被黑的给捞了 先来这一块 那我觉得这个 黑旗应该是 一块都不会让它杀的 果然这个尖 那团 先把这块先活了 这个作眼和这个 挡死两子 必得其一 现在这个白的 就只能去杀外头了 这地方黑的不仅活了 还一下活五目起 这不得了 然后这个白旗现在 并没想杀旗 我们看一下这个旗 形势判断这么乐观 这个我没想到 这个我没想到 点一下目吧 10 11 10 20 20 21 23 24 28 30 40 50 55 65不到 这白旗 这白旗以后一猴 这个6 7 8 9 10 11 6 7 27 37 38 39 40 这目差的有点多呀 即使这一线围上 才40摩 那这个白旗是在干什么呢 可能这旗他觉得也不好杀啊 这个地方 我刚看了一下 你走这个人家可以靠段 黑的这个 这块旗是非常有弹性的 那这个旗现在白的 已经是凶多极少了 这个木树差的也太多了 很自慢的一跳 就被提了 我们看这个 这半旗这个 孤子豪从这一靠开始 简直是 把白空脚的天翻地覆啊 全给整没了 然后自己还整出五目旗了 这白旗你看 现在这两块旗 如果扣掉五目 六目 扣掉七目的话 这两块空 这是只剩下十目旗了 这难以想象 当初就因为搬了一把 其实当初老老实实长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事情了 当初就想搬 抢个先手 结果一下搞出这么大事情 这个戏只能去围中央了 看看怎么围 这个非常朴实 把这个压住 再长 一路向背 然后这个黑的是往里头钻啊 反正现在黑的是 能钻一点 试一点啊 最主要黑的想要抢个先手 稍微弄两下 把这个糊回来啊 其实黑的 这个中央是可以让你围的 因为我们刚刚看 你到这才四十啊 再让你围个十来目 你才五十多 我刚才就已经六十五了啊 我把这个糊住 我七十多了 所以黑的是不怕你围的 白的也没办法啊 该围还得围 那这样的话 白旗应该是不能再走了吧 还得围什么 我以为这个白旗啊 抢着一个飞了啊 可能觉得这个打进来还是大 还得围 抬着扳 扳上 那黑的把这个再糊住 然后这一串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恶霸同学多么不讲理啊 绕了一大圈 大家看 从这个靠开始 把这个脚破了一半 把这边全破了 最后 自己还能虎回来啊 从这个肩顶 要围的这块空还在 这个 这白的亏损实在太大了 白的等于就围着这些虚目啊 这是两颗子 这是三颗 这六颗黑子 本来差不多就是死的 就稍微围了一点这个虚目啊 这损失太惨重 现在黑旗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这块旗不能死啊 这块旗不能死 这块旗 不要出问题 然后剪刺 然后沾上 然后大吃 黑旗现在是大吃了一个 这个 这个 古子豪 不愧是恶霸啊 这个时候 这个中央的这个形状 已经 露出一点小破绽了啊 但是还是不放过这个木树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正常 黑的补一个 或者尖一个啊 这个比较厚 那么白旗扳 黑旗跳 白旗冲 然后场 不过这样的话 木树确实是查了很多啊 确实查很多啊 搬的时候 其实黑的也要打 是可以再打啊 这个时候打 白的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啊 白的如果沾上啊 白旗可能这个旗干脆直接搬沾的啊 直接搬沾 直接搬沾 黑的沾上 很难受啊 这个旗白的如果直接搬沾的话 这个就搬不进来了 也很讨厌啊 这个再搬就被断了 这个地方是有讨厌的地方 如果先搬的话 黑的还要打你 你只能沾回去 再跳 这个是白旗权利 然后这白的可以飞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样收束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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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是不是 能赢啊 因为实际上它是 捞了一票啊 比如说虎一个 现在这个10 11 21 2234 2278 29 30 这块30 30 34 1413 43 43 加5 448 49 55 15 52 52 62 68 69 70 母7 这个7 大概是70母7的样子 黑的 白7的话 70母7 白7是 这里是6母半 7 8 9 10 10 11 12 13 16 16 17 18 18 18 19 20 30 30 30 45 10 14 5 6 17 5 18 这样其实黑的 已经形式 明显 不是优势的问题了 这个已经是明显 要赢了 现在因为还该黑几下 黑的 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关子也挺舒服的 一直冲 一直冲 冲完把这吼掉 这个黑的就已经赢了 这样黑的已经赢了 那这个其实 作为一个 这个普通棋手来说的话 很多棋手可能这个时候会求稳了 因为这个棋 说实话没有太多的变化了 已经啊 这个中间只要不出问题的话 这个盘面十几目的话 也是无论如何是找不回来了 哎 但是我们这个 姑子豪同学啊 恶霸就是恶霸 一点都不放过你啊 不放过任何一个占便宜的机会 就要打吃 啊 其实这个棋打吃 啊 大是很大 因为你提先手的话 啊 白棋这个地方搬不进来 啊 这差很多 那么 这个走完之后 哎 白棋自然是要 这个 追究一下这个黑棋中央的这个形状了 啊 这一飞 感觉第一感是击中黑棋要害啊 击中黑棋要害啊 那么黑的现在 眼见的最 简单的连法 那肯定是贴回来啊 但这肯定也是最臭的 我们看一下啊 啊 这个飞没有 这个飞没有 这个也是最臭的 然后黑棋提 这个提是权力 黑棋的权力啊 走完之后 那黑的得连这个呀 啊 这个得跳 啊 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正好是断不进来 我们看啊 断的话 这个后冲 嗯 其实这个最臭的连法也 也也 也没那么臭啊 也还可以啊 这边 好像也不太会死啊 白棋靠 靠一个 黑棋就 虎 虎回来 白棋冲 黑棋就沾上 那白棋先手断 不过这样的话 黑的肯定是亏了 这个大尺 那这个子被先手割下来的话 损失还是 还是有一点的 谈不上很惨重 所以这个黑的 直接这么贴回来 他应该是不愿意的啊 我觉得既然这个 孤子豪 选择了这个大尺 他中央对这个飞啊 一定是有防备的啊 我们这个 看这个职业高手下棋的话 这个不可能说是 哎 我先打一个 哎 等你飞了之后 我再来看这个棋 我怎么办啊 那万一 这个地方一飞就没救了 那这半棋不就是完了吗啊 这种事情在职业顶尖高手身上 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所以他肯定是有备 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实战 啊 实战黑的是靠这个 那这个 那这个靠的意思 显然就是说 这几个字准备弃掉了啊 啊 准备弃掉了 不然的话 黑白的一冲 你如果断 不肯切这几个字 你如果断 那的 那就有可能 要出一些事情啊 做这个 白的弧 踢 踢 那这个白的就尖下去 尖下去啊 其实也尖不太下去啊 只能走这个 踢可能更好一点 这样 这样的话 黑的索性也不为了 那个孔 我觉得 这个尖了半斩 逆手 1234567啊 也不小 嗯 这样的话 黑的这个大吃也是未必便宜啊 跟当初这个直接尖着比 中间稍微多了 那么123456多了 那么两木齐的样子啊 这下面被冲烂了 所以这个黑的 它这个计划肯定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看实战它是 选择是退一个啊 这个就很简明了啊 这个 实战这个就很简明了啊 退一个 然后把这个提了啊 这好像是先提了一下啊 先提了一下 然后再退 然后这个再团这个 嗯 这个就比较简明了 它这四个字 它决定不要了啊 它就是说 我要护住这个地方的孔啊 这个判断也是比较独特的 这四个字 我们第一个看上去好像觉得还蛮大的啊 它现在是干脆就不要了 把白子长 然后黑的吼住 把白的先飞一把 这个飞黑的估计是要硬啊 因为你现在如果连这个的话 白的直接把这三个字咔嚓下来了啊 那这三个字看着 好像比这四个字目数是要大的 这三个字 包含了很多的虚目啊 所以黑的还是靠 那然后 啊 把自己吼一个 然后可以自己拐 啊 这一拐是很难受的啊 这个漆 之所以 黑的愿意 气这四个字 其实也是因为有这一拐在这里 就拐完之后 这个断线的时候啊 一旦白旗要围这个中间空的时候 非常 非常的不舒服啊 被 这一拐 拐的心情很不好 那实际 实战也是这样的啊 拐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 谢尔豪 豪哥 啊 是爽快的就认输了啊 这个漆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这个点目的来判断的话 这一串的这个整个的交换啊 其实跟刚才不会有太多的区别啊 我们看白旗接下来即使硬着头皮吃 这里也就吃了八九十七三 大概吃了十五目起的样子啊 跟刚才比 那么 黑的跟刚才这个白旗搬两下那个图比的话 黑旗也多了很多目啊 这个地方 刚才只剩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样子 现在这地方除了这七目又多了五六七七 差不多 黑的这也多了十三四目啊 然后同样还是黑旗先手 那么黑的现在就 按我刚才那个收官的办法 就冲一个啊 或者直接搬毡也行 这一会儿可以冲了冲 那这两个剑盒 这个棋 盘面十几目的优势还是无法动摇的啊 这个盘面十几目在这个局面下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啊 所以说这个豪哥也是很爽快就认输了 觉得这个棋没有几个关子了啊 我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好 那这盘棋 关键的这个点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第一个就是 白旗这个上来这个班的这个新手 这个班这个新手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 后面这个继续看下去呢 然后发现确实是 确实是不便宜啊 这个班这个新手 这个班这个新手确实是不便宜 因为这个走完之后 刚才也跟大家这个首歌分析了一下 这个拆三跟这个点了交换啊 肯定是黑旗便宜了 所以这个新手不成功 再加上这个恶霸同学 这个点了顶啊 绝对是好期我认为 当然现在我身边没有一台电脑啊 可以没法看一下这个胜率 不管它这个胜率涨不涨点啊 在我心目中它肯定是涨点的 我觉得啊 这个是绝对加分的好期 这个断了一粒啊 棋子 实战白的是长的啊 如果白旗单打 这个棋我觉得 它可能也是单冲啊 这个棋它不会去打 这个打是俗手啊 它单冲一个 让你白旗很难受啊 你可以不走 不走的话 反正欠个引针 对不对 很难受 你走的话 你也没起走 你拐的话 我也就不走了 那这个地方啊 将来有很多的借用啊 我拐这个拐这个 啊 沾这个先手 那么黑的还是抢先手拆边 那么这个点了顶啊 这个绝对是个好期啊 比这个我一开始推荐的 这个拐了跳架 确实是要好一些啊 这个太简单了啊 有点瞎的 但我之所以推荐这个拐了跳架 我是觉得拐了跳架 已经可以满意了 这个作为这个黑旗来说 因为白旗这个方向 真的是很差 因为我们下棋 这个方向很重要 好 这个局部 白旗这个扳 新手不成功 再一个白旗后面 又是一扳啊 这扳旗其实总结了一下 白旗这个失败的原因 是两扳啊 后面这一扳被黑旗这个 虎了一靠 这个局部 又是一个好期 那这扳旗 这个讲旗的过程中 我相信不仅是这个 电视机前的朋友 学了不少 这个世界冠军的旗啊 我也学到了这个 顾子豪同学这两招啊 一个这个点了顶 一个这个靠啊 下的都非常好 这一靠之后呢 其实白旗搬了沾上 我觉得 形势也还早啊 虽然这个下的很好 因为毕竟这个旗 没有出现什么 那种决定性的大失误啊 应该 想输掉一盘旗还是很难的 实战这个不太理解的是 它为什么长了一个 长了一个被黑旗一贴 我们看这个形象之后 再一虎再被一尖啊 吓成这样 被黑的虎出来之后 这个旗白旗就完全失控了啊 因为这个实地上就 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啊 越来越大了 一直到后面这个 这个差距都无法弥补回来啊 主要还是这个地方 反正这这盘旗 这个比较经典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一个 这个点了顶啊 一个这个 靠了贴出来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两个地方 就是顾子豪 把他这种 计算力强啊 局部战斗力 这种超群的这种特点啊 真的是发挥的 凌厉尽致啊 最后也是 成功的把这种 优势啊 然后就转化为了盛世啊 到后面这个 这地方 两块七的作火 到后面这个收官啊 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番棋 总的来说 作为这个 统领的棋手 双豪之间 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啊 我觉得是 应该是很精彩 结果 没想到这个 是恶霸 顾子豪同学 是牢牢掌控了局势啊 始终是 把握着这个局面的主动啊 并最终用 很漂亮的一招靠 这个打开了局面啊 然后把 最终是把这个优势 保持到了最后 那么也这个 恭喜这个 孤子豪同学 下出了一盘漂亮的 一盘这个比赛啊 取得了这个胜利 那么这个 谢尔豪同学 也没有关系啊 作为这个 九五后的 这个世界冠军 这个 还有 以后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那么 今天这半棋 最终的结果就是 孤子豪直黑 中盘战胜了谢尔豪 那我今天的讲解 也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